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小Z 在台灣的醫療系統中 有所謂的大量傷病患 緊急應變機制 簡稱大傷 也就表示接下來醫院會湧入 超出原本急診人力 所能附和的患者 同時醫院也會以333為代號 進行院內廣播召集人力 在社會新聞上就代表 事件大條了 而今天就要來講 新北市史上 創下333紀錄的慘透事件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發的那一晚 東南亞最大水上樂園 狂歡彩色派對 噴槍旁竄出火柱 烈焰狂燒40秒 驚悚火海席捲遊客 真實人間煉獄 求死近500人輕重傷 竟只有一人被判刑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巴仙粉塵爆燃事件 時間回到2015年6月27號星期六 各大院校幾乎都已經放暑假 這天晚上還有金曲獎頒獎典禮 老Z這一天休假 邀請了許多記者同業 來新家開派對 順便看金曲獎 結果大家8點多 才剛抵達沒多久 每個記者的手機竟然同時響起 紛紛被公司緊急召回 第一時間的內容只有 巴仙樂園發生了嚴重爆炸 水上樂園變成可怕火海 遊客大海讓開快救人 很多人被灼熱的粉塵燒傷 攤在地上 也有人痛得不斷哀嚎 等不起救護車 有的傷者只能客難用泳圈當單架 有人只能靠自己 忍痛在同伴的攢扶下就衣 年輕女孩穿著清朗的Bikini 全身皮膚都被燒傷 驚恐的哭號聲四起 很多人痛到幾乎昏厥 我沒有車子我才會先進去 你救護車來不及啊 那麼多人啊 沒有救護車 你真的要哭哭 你真的要知道 你真的要哭哭 問題是人家受不了了 小孩子都已經受不了了嗎 有車子我才不去受了嗎 剛剛是發生什麼樣的心情嗎 我很期望 急往急往 要去醫院 讓我出去 好好好 不要擋到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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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看不到往前 各家媒體趕到門口 看到一群人沒命的逃出來 見到裡面 更不敢相信眼前的慘況 無法計算的傷者 全部都是嚴重灼傷 地板上雜亂的斜腳印 跟四處脫落壞死的皮膚 原來這天傍晚一場 當年最夯的彩色派對 粉塵爆燃 火是燒向舞台搖滾區的 所有遊客 那時候在舞台的時候 舞台上面失火 然後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有在噴泡泡機的關係 所以火就跟著泡泡機 延伸在人的身上 所以大家都變成一團火團 在噴火 我覺得一定有100人 也算是燒傷的 那是什麼開始炸起來 有看到嗎 粉塵 粉塵 我們的這個彩色派對是在灑粉 對 然後粉塵過多加上又噴火 所以就對 然後就爆炸 然後我們在幫忙搬山 後來一個一個搬出來 然後每個人這樣都是 像三度燒傷一樣 有看到最顏色派對 全身 臉 身體都是 男生 女生都有 剛好就穿得比較少 因為今天大家都穿著 白色的T恤 所以是免的 所以著火的時候 就全身都著火 主管單位當時有做任何的 急救措施嗎 廣播沒有 都是我們這些遊客幫忙 運傷患 他們沒有做任何的措施 流怪滅河嗎 沒有 都是我們把傷患 遇到飄飄河裡面 有出來解釋嗎 目前也沒有 你們先讓開 你們先讓開喔 先讓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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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開往前走 先讓開喔 救護車迅速來了很多 總共144輛 卻無誤可盡全擠在門口 大批需要緊急處理的燒燙傷患者 還在幾百公尺圓的裡面不斷哀嚎 主辦單位不見人影 到處的警銷沒人指揮 一片混亂 救護車拼命鳴敵 救人 十萬火機一進八仙園區 卻前無進路 後無退路 來 見過一下 各位 看哪這邊掉多頻率 手指叫我問一下 還可以 不燃燥 還可以 我的腳 腰比較嚴重 拼了一秒以為是特效 結果是真的真的有燒傷感 一點點我還好 那妳男朋友狀況是不是比較嚴重 她的狀況是怎麼樣 連皮都掉下來了 不要衝到上面 手上就好 手上就好 不要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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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幫幫幫幫幫幫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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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板車推傷患還是用簡陋的橘色除水桶充當單價 八仙樂園粉塵派對大爆炸 遊客發揮守望相助精神 不指望工作人員自立自強救人 就是突然就爆炸 然後就是你看到的人都在跑 然後每個人都想把每個人往後拉 對 很多人的皮都補線 然後 就跟地獄一樣 大家都在叫 然後都是血 都是 然後那個漂漂河裡面都是血 然後每個人都在裡面泡 就要趕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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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睡著喔 加油 加油 不然可以見到余夫婦了 加油 是有看到人嗎 應該沒有連 應該是有人抽菸吧我覺得 因為現場都有聞到酒味跟煙 就是煙味 我朋友都沒事 然後就幫忙 然後他我不認識 幫他這樣 對 很快網路上陸續出現 當晚起火影片 人群在火焰中狂奔的慘況 實在太過驚悚 不方便播出 而當晚未受傷的其他人 則紛紛主動幫忙 抬病患 灑水 甚至不惜被火紋身 衝回火場救人 再次要特別感謝網友 Kentv授權提供 當晚他們在場救人的珍貴紀錄 被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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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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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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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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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啊 這裡啊 我們發抖了 沒有 我們現在發抖了 啊 哪裡 發現了 人家家被火灼傷啊 全身都灼傷了啦 趕下要放屁煙火啊 早上大家還在這邊滑水歡樂 晚上變成所有傷者降溫的救命水池 用餐區也是一片混亂 一張張驚慌痛苦的臉孔 就只希望救護車能盡快將他們送醫 而現場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腳水 樹糖跟水 水一直全部拿給張胖 你這 哦哦哦 誒 誒 東西拿過來 誒 這裡這裡這裡 沒了 這裡沒有了 還有嗎 沒了 水 冰水 不要嗎 沒有 我在那邊需要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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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沒有人欸 為什麼那麼好 蛤 要可以嗎 救護車進不去啊 進去的速度 你從旁邊 我們從旁邊 可以想像 現場的傷者有多麼的無助 像好許多遊客站得出來 無私的互助度過第一道難關 然而傷者陸續送到醫院後 因為報收問題 加上缺乏指揮系統 越晚送來的 傷勢卻是越嚴重 各大急診室 也度過一個漫漫長夜 這是一個大火 我回到我朋友 我看到這個大火 然後大家都在跑 傷者不斷被送進醫院 連計程車都加入 再送病患行列 誇張的是 有人是直接坐在救生圈上送醫 年輕男子因為傷口太疼痛 而忍不住痛得大叫 傷者擠報醫院急診室 受傷民眾情緒幾乎失控 文訓趕到醫院的家屬 急忙找人 臉上滿是交集表情 有插管的 幾乎都有顏面的受傷 那顏面以外 他四肢躯幹都有 那第二嚴重的就是四肢 加上前輩或後輩 第二嚴重的觀眾 好 我們要幫忙 等一下 你手放人 不要我們手這樣會很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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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 好 好 很冷 好 很冷 通常都是他們手跟腳 燒傷傷的滿嚴重 都二到三 然後那個皮都脫落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手上會有一層黑色的屎皮 然後腳底的那個皮就掉在那邊 然後下面就血跡斑斑 就是一個地獄 大概只有戰場上可以看得到這種畫面 這一晚隨處可見 像這樣雙手高舉不放下的患者 全是因為皮膚灼上的痛苦 讓他們痛到不敢放下來 而看到新聞趕到現場的家屬 也因為第一時間沒有名單 找不到也聯絡不上孩子 生死未捕 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她姐姐找到了沒 沒有 有那個 白色的腳的位置 她說怎麼在白色的腳那邊 妳是在找妳們兒子喔 現在還找不到人 小孩有一個兒子的朋友 兒子的朋友還沒到是不是 是說有送過來那個 我剛才 我剛剛在馬街找不到人 是我們答位說 我們正在整理名單 我就說那你可以提供給我名單嗎 他說我們現在沒辦法給你 然後就直接掛我電話 這態度真的非常的糟糕 我覺得她的危機處理很差 非常的差 明天才是頭痛 因為燒傷的要一直換藥 所以動員所有的醫生 從宿舍裡面全部都叫來 明天還是大家就要變成更加上班 所以我們很怕還有case要 其實今天喔 我必須說今天的風勢真的非常的大 對對對 風勢有什麼關係 風勢大其實是會有 加那個好助燃的 對 負責人李中吉到深夜才終於現身 卻似乎已經開始推卸責任 鄉民祈禮他經手的許多活動 都爆發過不小爭議 而這場城報 已被批評各種荒腔走板 根本讓花錢進來的遊客 自生自滅 這一次的攻讀生有事實 之前有先演練過嗎 嗯 因為像這種粉末派對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濕活 因為玉米粉你拿或點 再怎麼點它都燒不起來 基本上 嗯沒有 因為覺得這活動很健康很安全 在台灣的時候 一個水泡大會 開放火爭 開放火 嚇一百萬人 彩色派對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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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創意 在巴西樂園和台中都曾舉辦過 號稱亞洲最大的彩色派對 不過在高溫下亂噴粉塵 容易發生閃然爆炸 有機粉塵爆炸後 又會飛散開來 造成的災害面積將會大增 本身沾黏在人體上著火後 還會助燃造成嚴重燒燙傷 兩隻腳是最嚴重的 因為我跑的時候 全身都有粉嘛 粉就是因為它的粉都在地上 所以地上的火燒起來 到腳上的粉這樣 我看到火了 就拚拚往後跑 往後跑 往後跑 然後我就已經是這樣了 更何況是前面那種 在舞台上正前方的人 那都是燒到跑都跑不掉 然後在地上打滾 這場意外負責人呂中吉難辭其咎 而租出場地的八仙樂園 有沒有責任呢 相關的消防措施 演練夠不夠 都被一一的拿來放大 檢視 炮轟 卻發現 遊樂園短期出租活動 根本不需要報備 等於這場吸引數千人參加的派對 沒有一個主管機關指導 這次派對活動 它所可能發生的這個爆炸的意外 並不是它原來營業的項目 所以當然就不會是在 這次的一個演練項目的範圍 負責監督的官履局強調 演練只針對水上救護 沒有觸摸爆炸公安意外 另外消防局五月中 也曾對八仙進行消防安檢 四大項目滅火 警報 逃生 和搶救設備同樣全數過關 因為這次辦理的是利用游泳池 來做一個戶外的活動 所以戶外的活動現場 依據法規規定是不需要來做 消防器的設備這樣 辦過這麼多次 然後玉米粉 然後染色的玉米粉 大家丟來丟去 我們真的非常的吃一驚 那我想這個東西 是不是我們知識不足啦 或者是 可是我們真的沒有聽過說 這樣子的事情 這樣的活動是危險的 我首先我還是要先跟大家說 真對不起 說實在這個部分是沒有辦法 完全禁止的 因為其實現場的人還滿多的 然後地上的煙頭是非常的多 可是請我們的工作人 一定要幫忙注意 有沒有人在裡面嗑藥之類的 這場意外震撼了全世界 相關的類似活動 紛紛喊停沒人敢再辦 因為過去從來沒發生過 沉染意外 全球關注起火究竟是什麼原因 許多目擊者指稱 應該是舞台上有人抽煙釀貨 而粉塵會聚集這麼高的濃度 跟活動場地是一個盆撞地形 有很大的關係 阿興水上樂園粉塵大爆炸 火帶監視人員重回凌亂現場 遺留的相關政務 色彩繽紛的彩粉 通通都要帶回監視 初步研判火源來自舞台西側 主辦單位抽空人造池池水 當作派對廣場 一旁圍起高度高達120公分 出口更只有一個 不僅意外發生無處逃 就連火勢也在本城的籠罩之下 無法擴散 在舞台西側 一條火柱仿佛向閃電 從上方清洗而來 火焰落地後快速延燒 而舞台上仍然在持續噴粉助燃 第一波火焰 數十個人首當其衝 傷勢嚴重 現在他們成了找尋起火點的 目擊關鍵 彩色趴的現場 大家配合音樂跳舞狂歡 沒想到下一秒粉塵爆炸 整個舞池成了人間烈獄 最新曝光的驚險瞬間 從起火到滅火搶救 主辦單位無知竟拿出 二氧化碳高壓氣體滅火 把原本已經沉澱的粉塵又攪動起來 導致火勢擴大延燒 當天現場噴粉塵兩名工作人員 二十九號移送地檢署列為被告 沈浩然不願回應 而第一名十九歲學生盧建佑 只是幫同學代班 卻成了釀貨兇手之一 遭到限制駐居 他們才應該是看不到的 因為那個都是粉 趕快跳下去救了 真的 所以你是幫同學代班來當自己的東西嗎 呃 是 因為怕那個志工那個 就是會少人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難過 真的難過 八千情報成了921大地震以來 受傷人數最多的意外 五百多人送醫 超過兩百多人重度燒傷 而照護燒傷跟治療的時程漫長 就算在案發當晚意識還很清楚 42小時候開始還是不幸地陸續出現 過世的被害者 我拜託各位啊 讓我的女兒這樣子能夠安心地走 她走得太冤枉了 在那邊沒有人 都是旁邊的那個路人甲在照顧我女兒 那時候我女兒還很清醒 可是就一直因為送錯醫院 我知道人太多 可是我們要轉院 這裡也不收 那裡也不收 可是我們家屬很緊 都是心頭肉 小孩子當下那個 那個傷痛 真的不是我們可以用原理進講 你知道嗎 我兒子現在走得太甜褲了 我知道 但是真的你要幫我們討厭 沒有 你要幫我們討厭 好 我們真的就是不捨得他這個樣子 然後他也不想讓我們就是 他知道後面的路很長 然後他也不想讓我們這麼辛苦 希望離開對他來說是一個解脫 然後希望他不會暫停 每一位死者都是嚴重灼傷 經過許多努力苦撐著 最後卻都不敵火傷的侵襲 在每一個家人跟醫生的眼淚下 充滿痛苦的離開人世 最後總計失去了15條年輕生命 而幸運活著的傷者得面臨更嚴苛的人生 有看到爸爸嗎 他會癮的 好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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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你要加油 要一直加油 要一直加油 要自己身身自己囉 工作的事情你不要擔心 大家很安心 你要為你自己做什麼 92%等於是不能講話 等於昏迷的狀態 是全身燒燙傷 那個樣子真的不是慘不能堵啦 一直醜 一直動 看著媽媽的心好痛 我覺得 為什麼這個孩子只是參加一個活動而已 會搞成這個樣子 流行大學生全身99%主傷 只剩下眼部沒有傷到 疼痛恥述 外人難以想像 除了被火紋身的生理痛苦 走在病房外的家人 心裡更加難受 故事一個一個被報導出來 除了王牌巨星或藝人 創作歌曲來鼓勵 或者甚至既來錄音檔 就希望這些年輕傷者們 能夠趕快康復出院 你想的所有的美好的事情 就是不能向著放棄 所以你千萬不能放棄你寶貴的生命 未來錄也許非常的艱辛很漫長 但是你要記得你沒有和你並不孤單 林宥軒 我是杰倫 簡宇婷 你好 我是杰倫 哈囉 趙翔 我是杰倫 在這邊要為你加油打氣 希望你可以堅持下去 靠你的意志力 戰勝這些疼痛 然後我們會替你禱告 加油 你的家人都非常的擔心你 希望你可以趕快好起來 加油 受傷的朋友們 我是志玲姐姐 嗯 你們知道嗎 在醫院外有好多好多的朋友 非常關心你們 夢想就在眼前啊 就原本就是正要開始 最美好的時候就跌到地獄那種感覺 然後現在又要重新開始 志玲姐姐也有加油 要把勇氣全部都給我 謝謝大家 有人說有這個抽菸嗎 有人說有看到抽菸 你有抽菸嗎 為什麼 你有看到有人抽菸嗎 是要將近500人受傷嗎 檢檢調查最主要的方向 就是抽菸釀災 特別有民眾指出 主持人有抽菸 疑似就是藝人貝統統 但他堅決否認有抽 另外就是知名的DJ Alicia 也以證人身分遭到樂壇 我自己看到的是 表演人員都沒有抽菸 對 那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台上放歌的時候 也不可能會抽菸 我人在操控音樂 其實我那時候低頭 當我抬頭說火球已經往我 我這邊鋪向而來 唉 第八天了 八仙樂園的負責人 陳柏鼎先生 到現在不知道人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他躲在哪裡 你不要以為他就可以八仙過海 居然還敢提抗告 你的良心何在 一派服演 你收了人家九十萬 把一個游泳池做個改裝 搭一個舞台 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怎麼是狂東跟狂克呢 請你記得 一遇是不過賠的 新美市府雇佣律師 立即向呂中吉跟八仙樂園 提出假扣押獲准 卻發現呂中吉的賬戶 連一塊錢都沒有 哽咽 道歉 下跪 被質疑都在演戲 他卻發出聲明否認脫產 而八仙陳柏廷 在案發後半個月 才終於出面道歉 對於這次八仙的承報 那個不幸事件 對於所有受傷的家屬 然後受傷的人跟家屬 致上最大的抱歉 然後跟這個希望他們早日康復 然後對所有醫療人員 我們也是獻上最大的敬佩 然後我們祝福所有的家屬 早日康復 八仙董事長陳柏廷 名下擁有36筆土地資產 公告限值超過12億元 還有萬海的股票等 個人總資產超過14億 新北市府擔心他脫產 向士林地院提出申請 法院7號裁准 陳柏廷名下1.69億財產 全部假扣押 案發三個月後 地檢署終於癥結起訴 確認起火原因不是煙蒂 也不是音響震動產生的靜電 現場更沒發現打火機等明火 最後確認是舞台上的 高溫光速燈釀災 帶命外界震驚的是 被起訴的只有呂中籍一個人 認定活動主辦人及被告李某 因為對於彩色電 彩色澱粉具有引發 引發城堡危險性 還有智能傷亡這些事情 包括總經理陳惠穎 董事長陳柏廷 行銷總監林玉芬 通通不起訴處分 檢方調查發現 八仙室外無設置消防設施義務 而且消防安檢均合格 緊急救難演練也合格 合約裡面有提到 相關安全維護 有呂中級負責 也沒有和呂中級分紅 除了八仙沒事之外 瑞伯國際負責人周鴻偉 吉強手盧劍佑 沈浩然 負責設備的邱柏銘 廖俊敏因為最終不足 同樣通通不起訴 八仙過海了 八個董事都沒事 只有李中級那個 沒有錢又沒有財產來關 總要是大的負責 財團要出來講話 是不是裡面有什麼內幕 八仙你不用呼一下道義責任嗎 八仙說他們只是房東 其他跟他們無管 你知道我心裡有多痛苦嗎 所有一路上我跟八仙的溝通 我都有錄音 不要再說謊 我們的關係非常的明確 李中級被起訴後 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不斷道歉跟解釋 還有暗示 某些人才應該負起責任 尤其是噴高壓氣體 那樣二次起火的沈浩然 但醫生法官 仍只判李中級一個人 有期徒刑四年十個月 每個家長都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認為判四年十個月的話 應該乘以十五倍 一罪一罰的話 那關他無期徒刑嘛 沒有懺悔心 沒有真的慈悲心 只是在逃避 在用權貴打壓我們這群 弱勢的孩子們 這是我們的悲哀 我不知道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出去玩也會出事 這場權報意外造成十五死四百八十四傷 卻只有呂中級一個人被起訴且判刑 提供場地的八仙樂園 卻能全身而退 家屬不可執行 八仙樂園為規避娛樂稅 遭遇被告呂中級等人謀異 以簽例租約方式規避相關法律責任 我願意就是我後面 我相信我呂中級是有能力賺錢的人 然後那我也很有誠意的說 我後面我可以盡量努力來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必須要說 我不是兇手 上述惡神呂中級遭改判五年 併科罰金九萬元 雖然外界認為是輕判 但這已經是業務過失致死罪的最重刑期 最後最高院駁回上訴 維持原判決定宴 呂中級也入肩服刑 我喊冤啊 我覺得司法不公是嗎 我從頭到尾都不覺得這件事情 我只覺得說 我們台灣司法要加油 因為有這麼多的證據 有這麼多的家屬在等待台灣司法 給他們一個公平 八千城堡案 帶給全世界不小的影響 裡頭每個人 都有著無法取代的人生故事 沒詳細提到的 是每日每夜加班的醫護人員 感謝由你們 讓許多的年輕生命 得以浴火重生 其實當下心理壓力是蠻大 那他們的皮膚因為都已經受到損害 所以一擦那個皮膚就是掉 馬上就往下掉 躺下來閉上眼睛 馬上腦中就是那種血淋淋的畫面 所以其實也睡不太早 是燒焦味一片的暗 然後開始大家哀嚎 其實當下我們每個人都很害怕 然後確認彼此沒事之後 往旁邊一看 就是躺地上全部都是燒焦的人 我問十個人 他們身邊有八個人都不是自己認識的人 全部都是陌生人陪在他們身邊 我們自己就是急診人 我們可以想像這些大量常患 一次湧入急診的慘況 可是我們並沒有說好 我們就是不約而同的返回了 淡水馬街跟台北馬街的急診幫忙 忙到沒力氣講話 真的是 因為你一來就開始要開刀 他們聽到消息就自動回來這邊 直接先來幫忙 幫忙到天亮 甚至有些人第二天一大早還要上班 有幾個會比較激動一點 但是後來事後他們冷靜下來之後 還是有一些人會 就說謝謝你們這樣 我們都會很樂意做任何事情 只要一句謝謝就夠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還記得當天有一個年輕攝影跟我說 他是公司第一個趕到現場的人 他不知道該繼續拿著攝影機 還是先放下救人 最後決定拍了幾個畫面 足夠連線使用 他立刻就加入了救人的行列 專業精神跟溫暖人性 讓我至今印象深刻 關於巴西熱源跟城豹事件 你有什麼特別的經歷或回憶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我是老Z 我們下期見 mathematically 甚麼感覺 Architecture 飛 찾 ここ 臨